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香港人例如年放几日假 到周末 当好像回到大陆那样 买机票去香港人很喜欢去的台湾 这次为什么会说台湾呢? 其实有一段时间早期有没有看过宋先生 那时候杜汶泽有个叫走佬去台湾 那时候杜汶泽曾经当年走佬去 事实离家 真人真事 那一期带来很多风向 例如想去台湾定居 想台湾升学 但是最近的热潮又开始减退了 又不是的 根据台湾官公局的公布 刚刚进行公布 原来去年去台湾旅游的人 一路一路看他做update的数字 最多人去台湾旅游入境 因为台湾旅游不是日本 而是香港人 最多人去台湾旅游 其实一路下来 我过往认识的有一位朋友 他是做消防的 他的消防员就回家放两天 他有些时间不知道去哪里 他早上买一张早机的机票 去台湾玩两天 然后回家上班 好像我们老闆也是这样 他早上去台湾 他说闭上眼都会走 没错 去台湾就等于有某些香港人 过去深圳那样方便 上飞机就个人钟 5点多钟收工 坐机铁去到机场 坐8点钟的机 坐7点半的机 去到台湾9点多钟 然后出去台北吃个宵夜 以后玩两天 然后坐夜机回家 因为现在做的签证也很方便 很方便 上网签证也很方便 兼且是这样 不止上网签证方便 还有一件事 就是如果经常有留意 台湾观光局的网站的话 近期还多了一个优惠 是的 在新港中心这个 就是观光局的办事处 排了长龙 排了长龙 拿什么 拿免费的电话卡 哦 这个我听过 好像台湾也有很多优惠 是吸引香港人过去 最少有两件事 最少有两件事 刚才刚才说到电话卡免费 还有一个事就是 过到去 你也是要在网上登记的 就是有抽奖 哦 有些刺激你的消费 当然了 最高就是5000台币 那这5000台币 你可以用来住宿 或者用来买手信 哦 那是人人有份 永不落空的 人人有份 永不落空 最高5000台币 最高5000台币 差不多接近2000多港币 就是给你去买手信 去消费 去珍珠奶茶 西门丁行 甚至乎去住宿 是 近期去台湾 最多人去哪里呢 抽粮 开始凉晾地 那就去枕温泉 哦 是啊 枕温泉很出名 我相信更加多 朋友比我更加熟悉 以前我们去阳明山 去北投 现在多了一个站 地铁多了一站 叫新北投 哦 新北投 我们一落了车之后 其实在附近 走五分钟 就已经有这些温泉的旅店 哦 这么方便 是很方便 有廉价的 也有高享受的 高档的 高档的 也有的 相当方便 我相信不少香港人 都会过去的 麻辣火锅 就是 椰子粮 是 种种的美食 在台湾 你是可以吃肚的 是因为口味 都很合香港人 很合香港人 香港人坐到哪里 年轻人就喜欢去那里 休息一下 上去夜空 有没有坐过 猫空蓝车 有啊 有啊 香港坐这个蓝车 如果你想坐 台湾叫水晶 水晶车 我们这个玻璃的火车 就是这个蓝车 如果我们坐360 就很靠插柜的 是 很靠插柜的 是 但是如果我们坐猫空蓝车 你又想坐这个水晶车 就是玻璃底的那个 你只要上网 就要预订 那就可以了 那你没有预订 那怎么办 排队 哦 哦 是啊 排队 那原来呢 是不用加费的 哦 是不用加费的 那每一程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 好像七八十元台币 是啊 好像在香港 好像八几二百元 是两百多元 那还有就是说 他坐的路程是很长的 嗯 沿途有几个暂停 那这个上去猫空 也都探查 就是 那个夜景是美得不得了的 看回台北 是 那所以这个呢 就是大家去旅游呢 可以去玩一下 去这些地方玩一下 那 好了 玩之外 有很多朋友想留下 是啊 那不单是年轻人想留下 好似我们这一辈的香港人 嗯 我们小时候读书呢 都有读过国语的 是啊 都有读国语的 我们知道呢 多少号呢 是国父丹臣 哦 是啊 国父丹臣 多少号呢 直属之 是啊 以前有放假的 那当然了 现在时而世易 也都没有了这件事了 刚刚过去了11月 11月12日 就是国父丹臣 嗯 如果我没有记错 就是160岁了 我想香港很多人 自从没有家放之后 都已经忘记了这件事了 忘记了这件事了 所以来说 可以去那里 就是 我们这一辈的朋友呢 就有一些 譬如说 之前我们提过 四大英语系的地方 可能他英语又不是那么好 也都怕冷 那台湾的气候呢 就较为呢 是接近我们香港 接近香港 也都颇为适合香港人 在那里定居 那里居住啊 除了年轻人呢 就去那边找工作啦 有人请你 用工作的签证留下之外呢 在几个 有 有几种的一些 移居的方法 嗯 OK 但那边好像只有 居留权 是没得拿那个身份的 是吗 分两样东西看 工作证呢 就一路签证 就拿居留 OK 就是 移民去台湾呢 就 我们提过的 比如英美 这些地方 嗯 这些英语系的国家 他们本身国家有移民法 是 加拿大有移民法 你符合什么条例 根据移民法 你就可以来 哦 台湾是没有的 哦 原来 台湾是没有移民法的 没有移民的 那么 为什么会没有移民呢 这样 我们看回历史的背景 嗯 由清朝一路到 文国 是 甚至乎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简称叫中国 嗯 在中国近百多年里面 一直都是 相对其他先允国 相对比较落后的 是 哪有人会想到移居 移民过来中国 哦移民走过来 是没有的 是的 是简移没有的 OK 好了 那 没有人会来 就自然没有这个法例 嗯 那为什么又 现在我们经常说 这几年经常说 为我们移民去台湾 投资移民啊 是 OK 那么这个法例 怎样得来呢 那 源自于什么呢 97年 我们回归 回归之前 我们如果香港过去台湾 只要你居住了一年之后呢 那你基本上就可以入籍 入籍的了 哦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来说 在97年之前 香港就是英国的殖民地 是啊 那台湾 不论台湾 在大陆都好 都称呼香港的人呢 就叫做乔包 哦 是不是 不是同胞 不是同胞 等同于美国加拿大 嗯 日本 日本居住的华人 我们叫做乔包 OK 那现在回归了之后 那香港人叫做同胞 居民 港澳居民 台湾也叫港澳居民 那有别于呢 那你也要适应那个 转变的 是不是 那台湾方面呢 就制定了一个叫做 港澳关系条例 哦 港澳关系条例 那对大陆呢 就有一个大陆关系法 嗯 那也都成立了一个 叫做大陆工作委员会 嗯 下面有一个港澳处 那样 就是主理港澳的地方 港澳的事务 那样 那来说呢 那这个移民 投资移民过去 那为什么要有一个 投资移民 一个方法呢 那他就说移居去台湾 是 的朋友呢 就得适用呢 可以呢 就有 可以用这个 是 投资移民的方法 的方式 投资入去 那样 那这个投资呢 就经过修订了 现在最新的要求呢 就去台湾了 哦 那当然啦 你要报税 要报税 要请两个台湾人 如果居住了满一年之后 那一年呢 就不可以离开台湾 就多过三十天 哦 不可以多过三十天 那 那连续一年 那里的话呢 你得申请 得申请 你可以申请呢 就是 定居 他就是拿身份证了 那 那当然啦 你住满了六个月之后呢 那也都可以呢 就是 申请那个呢 就是健保 哦 那刚才你提到呢 Emily提到呢 就说 喂 你只是可以在这里 逗留而已 可以在这里留六个月之后 那些呢 就拿不到这个呢 就是健保的 哦 那这个正式 如果你是 他批过居留证给你呢 你就可以 全满六个月之后 申请健保了 那这个健保呢 就 大胆地说 在亚洲地区来说 也都数一数二 嗯 数一数二的 那 但是如果你说 那 早盘生意要做三年 做三年 如果很不幸地 在这几年 我做这盘生意 都是虚钱 最后我真的搞不定 我要封锁 那我是不是 就不可以再继续留在台湾呢 理论上 你负费不了你的合约了 嗯 OK 那他就告诉你 你要经营三年 嗯 那你经营不到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那如果我经营到三年了 是的 你怎样都捱了三年 是的 然后封锁了它呢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一般上 为什么要收定为三年呢 过往来说 就经营一年都可以的 是 也都因为呢 就有太多的 类似你这个想法的朋友 出现了之后呢 那台湾的移民处呢 就将这个帖例 就收定了要经营三年 哦 因为你 就是你不是真正想移民来我这个地方 嗯 嗯 那他现在呢 以前呢 就有一个呢 就是移民处 就会同呢 就投審会 是 投资及審裁委员会 去审批这个案的 那现在呢 就基于19年之后呢 又多了一个呢 是部门呢 是要审批这个案 就是多了一个叫国安处 哦 又多了国安处呢 就审批这样 那 那 那条例仍然在这儿的 那你说我经营完之后 当然你可以走了 但是他又可以评论你 是不是有一个真正的移民的目的 嗯 所以呢 就引致到呢 现在就三年了 嗯 有太多朋友就这样做 那所以呢 这个呢 就提高了一个门槛 可以这么说 那除了投资移民之外呢 如果年轻人的创业呢 原来也有创业家的签证 哦 现在也有创业家的签证 那你主要呢 就是在一些 呃 不需要带很多钱的 哦 那你原来呢 你在国际的发明展里面 在一些创投的科技的基金里面 得过奖的 哦 然后你就凭着这样 我想去台湾创业 嗯 这样也可以的 哦 那又没有说 嗯 就是 投资移民就说要600万 那这一项就不需要 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不需要多少钱的 嗯 但就一定要在科研那方面 有创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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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创创业家签证 就是移民方式 那你刚才提到呢 就是 杜汶泽 是 或者说秋生 嗯 他们呢 就凭他们的专业的身份 哦 一些 就业金卡 也都去了台湾定居的 哦 就是一些专业人士 都可以用他们的专业身份 就可以去到那边定居 也有这件事 没错 也都有一些专业的朋友 那么 会计师 嗯 律师 医护人员 他们都可以呢 就是凭着他们的专业身份 是移民去台湾 哦 就是抢我们香港的专才过去 可以这么说 就是领厂的新天地 有些朋友仔就说 喂 喂 台湾的收入不高 也都相对地来说 他的生活费也不高 哦 对等的 对等的 嗯 有些朋友仔去到美国 哇 生活费很高 那他们人工都高了 相对的 相对的 但是又想问一下 通常香港人 例如你说的刚才的投资移民 那么 最多香港人过到去台湾 是从事什么的行业呢 就是开些什么店铺多呢 嗯 那投资创业呢 就是说我们投资移民的600万 这个投资移民里面呢 那他没有限定你呢 是开什么的 就是开什么生意 做什么生意 没有所谓的 嗯 只要呢 当然啦 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就是说跟你本身的 从事开的职业有关 哦 都不可以无端端 我做教书 我走过去开一间小食堂 是啦 没错 就不行 不给的 这个就配合你的职业背景的身份 哦 ok 以前有听开我们 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听过啦 譬如说澳洲的工作配对 都要看你那个工作的背景 嗯 然后配对职业 然后去做 同样地这个创业移民呢 这个投资的移民呢 也都就是说要求你 跟你那个行业 是 有关的工作 你从事这些生意去做 例如说我教开书的 我一直 我做到这个学校的主任 嗯 我对这些小朋友的那个升学 或者是他们那个是 学习的一些方式 有一些的看法 有一些的就是研究 那么去到台湾呢 我想做回这些类型的工作 或者去过去 评论一些学生 是的 那就相关了 又合理哦 在我们的客户里面呢 有一位呢 呃 做发型师的 嗯 现在就fast cut 就是60元剪法 50元剪法 那么他呢 就在石杰尾呢 就帮人剪法的 嗯 做了十几十年了 那么就移民去台湾 就开什么 开间非法店 哦 开间非法店 开间非法店 就是理所当然了 是的 自己做东主 请两个台湾人剪法 洗头 那很顺利 成章 顺利成章地 就做了这件事了 嗯 有年轻的朋友就是 我没有什么做生意经验 那我不如呢 尝试一下开咖啡 可以不可以 都可以的 那也都开了 也都成功的 那当然呢 有yes 就有不的了 我经常都说 那 个个都是开咖啡 那投心会会看的嘛 嗯 一百个个案里面 申请里面 原来有四十个 有四十个人 都说开咖啡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是 那这个比例相对高 那原来你这个行业 在台湾 不是那么多的 那当然 你这个 你这个action plan 就会大很多 嗯 就会大很多 就是万一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是不是都要加一个 详细的proposal 要的 哦 就是再交给他们那边去审批的 要的 明白 有很多时候的朋友就说 我自己搞得不行 我台湾自己也有 有亲戚朋友开公司 我进去猜不可以 有yes 又不 不是不行 不过 不过 有很多手组 你会觉得很麻烦 嗯 台湾有很流行的 叫做 查水标 是 查电标 查水费 最烦的一件事就是什么 查你盘数 哦 查你盘数 那就是很麻烦的 OK 所以来说 没有东西就叫做不行 但是最容易 也都最方便一件事就是 找一些专业的顾问 移民顾问 去帮你手 去做这个投资 就会比较顺利一些 哦 当然了 可能有些文件上的东西 当然是有些专业的 起码我不会有脱漏 就是自己搞 就永远就是到时 临急临忙的时候 又不知道怎么去交一些文件出来 那当然是交给专业人士去帮忙 就最方便了 没错 我相信Emily也很有经验 譬如说去台湾旅行 是 我们很方便 很经常去申请台证 上网申请 往往 大家上到去 每天一次表 都 都遥了十次八次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你看到那些中文 我们大家都会看 不过那些中文字 有时候你很难理解的 哦 是 很难理解的 甚至乎 有些 你只能看完整篇文字 整篇文字 你看完 有些意思 你在怀疑自己的中文水平 够不够高 是 所以 最好是找专业人士帮你 特别在税务上的东西 在法律文件上处理的东西 就请专业人士帮你 是吧 那好了 刚才说到这些就是 跟他职业 或者是投资方面要用钱的了 那年轻人呢 我现在读书 那有什么途径呢 最佳途径就是 读书 升学移民 那升学移民呢 简单说就是 你在台湾读完书之后 是 读书之后 在台湾有人请你 哦 有人请你 并且呢 工作了五年了 哦 做了五年 之后呢 你的人工 你的人工 是 是 台湾的最低工资的两倍 你的收入 ok 如果我没有记错 现在台湾最低工资 调升了 大概是两万六千元 一个月左右 嗯 台币 是 那你两倍的收入 大概是五万多元 是 那如果你毕业了五年之后 那份工 都 还是 停留在最低工资那里 那你不如回香港 哈哈哈哈 那又有道理 是吗 是吗 是 那所以来说呢 你说是否一个很高的要求呢 其实是不高的 嗯 那你只要在那里工作 有人请你 那然后呢 五年之后 你的最低工资有两倍 那就可以呢 申请入职 嗯 那当然五年里面的好 就是 可不可以早点 可不可以快速点入职 那当然五年里面有很多变化的 是 读书过三年 跟着工作过五年 有八年留下到台湾 是的 如果你认识不到台湾仔 找不到台湾妹 哈哈哈哈 那就自己想办法了 是吧 是吧 有八年之后 都很多不同其他的机会 可以令到你有机会留下 是的 是 那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说 如果我 家族企业 在香港呢 就需要我回来帮忙 嗯 或者呢 我都比较向往呢 香港工作的 薪金水平相对高 OK 也可以的 只要你回来香港工作了两年 是 本两年 那就有税单 哦 那然后呢 就和你所读的科系 读你的科系 都是有关的行业 是 那你工作了两年 那然后呢 就再可以申请回台定居 哦 那么好啊 也都可以 那都挺方便的 就是他都给很多机会 那些年轻人 没错 那好了 那说到读书 就是大家第一想了 嗯 那这几年呢 就 学校呢 其实 过往我们的经验呢 就每年学校呢 都会呢 就提供很多 升学校的资讯呢 给一些应界的毕业生的 是 那么近这两年就相对少些 嗯 那就政治气氛改变了 这个 但是来说呢 都改变不了呢 就是香港人去台湾读书的风气 嗯 那么 最多香港人去读书的年代呢 就是香港没有 不是很普及大学的升学 哦 那时候经常都听说去台湾读大学 台湾读大学 是啊 特别是我们小时候呢 那些老师呢 大部分都是台湾读书 不业回来的 嗯 因为香港没有这个司法学院 是 大部分老师呢 那些水壁高的老师 都是台湾回来的 嗯 嗯 那就也有相当部分呢 我们看牙 看牙呢 牙医呢 都是在台湾毕业 哦 哦 也都呢 就是马会也都请很多 台湾毕业的兽医 是 那现在香港也都有这个科系 嗯 是吧 那所以呢 也都吸引了不少 就是朋友们去台湾读 是 那台湾读书呢 贵不贵呢 那我觉得好像 应该都OK便宜 的 在台湾读书 是的 那原来呢 两万多元一年而已 哦 那比方香港啊 是啊 那看你读什么科目啦 但是来说 平均来说 就是两三万元一年 嗯 那你香港两三万元读 大学一年 那么 再加上 就是那个洗肺 是 那我现在说的这个两三万元一年呢 就几乎是包括你那个 就是经济 就是坏坏地的洗肺 生活费 就是差不多包括了 嗯 所以呢 就是如果有兴趣台湾的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 那 又可以见识一下 就是出去去 就是看看别人 就是不要只是困养香港 或者出去去到台湾 感受一下别人的文化气氛都很好 是啊 没错 中国文学在台湾都很出名 那还有一样东西 相对出名的就是 一些农务系 嗯 我们不是说出口 啊 条理农务系 哈哈 农务系 都非常出名 嗯 有几间出名的 比如 台中的中兴大学 东海 如果是机械工程 是台南的成功大学 嗯 如果是法律 是台大 嗯 台湾大学 但是台大很难考啊 真的 高等我苦 是啊 那难考而已 那你 就是 你用心就行了 是吧 那医学来说 在亚洲来说 就是台湾都是一个不错的 一个 就是 学习的地方 读书的地方 那 那 和台湾有很多 很有趣的科目 就是例如 有些什么 昆虫科目 哈哈 是啊 是啊 就是昆虫是 香港好像都没有 暂时都没有这些科目 没那么专 是啊 没那么专 是啊 过往来说 也有相当多的朋友 就是 香港人 不单止香港人 一些富裕的地方 嗯 就开始很多朋友 就养寵物 哦 养寵物就需要一些 寵物的护理 美容 美容 护理 除了兽医之外 就 形成了另一个行业 就是护理的行业 是 是 我见寵物 是 是 就是 可能就是读这些 没错 原来在台湾也有得读的 哦 也有得读的 所以大家 就是 寻找这个 学习的机会 又可以再多些 是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又可以配合到自己的兴趣 香港的法律就是普通法 是 那么台湾的法律 那个法律的语系 就跟香港不一样的 嗯 好了 也都有 以往来说 有些相当多的朋友仔 就在台湾拿了一个 就是毕业之后 就去了英国 再修读 是 碩士 博士 兼且顺便拿了律师牌 就回到香港執业了 哦 那你两种不同的法律的体系 那么现在香港呢 更加受欢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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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真的想报名 那我应该要怎样做呢 好了 那报名呢 就每一年呢 就在香港来说呢 就都有呢 就有一个叫做 海华服务基金 嗯 这个 单位呢 就会帮大家 那也都 更加方便呢 就是有一个呢 台湾他们有一个叫联招 是 海外联招会 那你在Google上面呢 打这个网子 打这个 查询呢 搜索呢 搜索呢 它就会出来了 哦 你不用记住网子的 那海外联合 招生委员会 是 那你一拍进去Google 就会进去了 嗯 所有现在的报名程序呢 都是透过网上的申请 哦 网上报资料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就十一月了 是啊 那也都刚刚开始了 就是十一月开始呢 就有一个呢 就是个人申请 哦 个人申请的意思就是说 我想读哪一科 读哪一个科系 读这些 就是 那我就呢 就现在去报了命了 嗯 因为报了命呢 就明年就公布了 公布了 那这些的 现在的报名的好处就是 它不用看你的DSC的成绩 哦 就是你应该是毕业生 对吧 是 那我不看你的DSC的成绩了 看你校内的成绩 哦 就是一向我考试 在学校的成绩 那样的表现 是的 那样的表现都不错的 嗯 或者呢 我在学校呢 我那些 我读什么课 那些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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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课题呢 难过不了的 甚至乎我外面公开考试 这些比赛 我都拿奖的 这些呢 都提供给他们 哦 总之自己有什么职位 我就搜出来 就是 就是 务求是 派到你自己心热的学校 嗯 是 好了 除了这个之外呢 那 我也都要准备一下 就是明年了 明年 明年二三月 有一个联合派委 是 OK 那我没你这么聰明了 Emily 你就聰明了 那我自己去接个人申请 去选一些心热学校 OK 我联合分派 嗯 那联合分派要怎么样呢 看你的DSC的成绩 哦 OK 那你专心考好你DSC的成绩的话呢 他就根据你DSC的成绩 嗯 你报名的时候呢 就选择了有几十间留学校给你选 嗯 那几十间留学校 根据你的兴趣呀 志愿 这样就填布了 不过 都要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都要联合的 是 我提提大家 那个叫乔大先修班 哦 PREU 是 乔大先修班 那这个也要联合 听完之后呢 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 我不知道我DSC的成绩 不知道好不好 是啊 考高分当然 怕开心 怕开心 如果考到个分数 真的不够的 又或者觉得自己认为 我这两三年都不够勤力 嗯 不够勤力的情况 可能怕考不了啊 不用担心 这个乔大先修班 就是说呢 他收你进去 读一年 嗯 读一年 在这一年里面 你比心机的话 仍然可以呢 是派到你心仪的科目 哦 原来 所以一定是可以读到的 那就一定要先剔掉 不要由你无理 只要先剔掉 PREU 没错 剔掉它 那你呢 比心机考试试之后呢 就九月就可以出发去台湾读了 哦 那其实都真的挺方便的 很方便 其实等于 你说真的 在香港报的大学 你都要很多手续 对不对 其实都是一样的 一样一样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 例如 我之前 我读了一个high deep 那我读了high deep 之后呢 因为我后期 我再读poly的时候呢 我就是直接 毕业呢 是正在读year 3和year 4的 就是因为high deep 等同他的成绩 是的 是的 我想问去台湾 是不是也是一样呢 有的 譬如说 我们香港读有的 叫做副学士学位 或者high deep 他们读了之后呢 再要end up再续多 那 亦都是可以在明年的2月 2、3月就开始报名 嗯 亦都呢 就是说呢 是那间呢 他有一间叫做科技大学 科技大学 科技大学 技二校 嗯 那就是呢 会收你进去呢 就等同呢 进去读year 3 哦 即是和香港的制度 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哦明白 那也是 如果我已经在香港 学士学位毕业了 嗯 那可不可以去 读master 或者读doctor 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哦 即是不过是个地方 我读书的地方不同而已 但其实基本上 那个concept 那个报名的程序 都是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样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叫做自行 找学校啦 哇我喜欢 自己去敲门 是的 自己去敲门 我喜欢高雄的佛江山大学 嗯 那我就去那里读佛教大学 嗯 那你就自己敲门了 嗯 每一间学校的修生日期都不一样 那这些呢 就自己上网留意了 上网留意了 上网留意了 嗯 就是这样了 但是如果我 就是真的有些人 可能很担心什么都不懂 那我找你们帮忙 是不是都可以 当然可以了 可以搞定的 其实来说呢 就是上学读书 你不了解不懂的话呢 有一个是最方便的途径 你查询的 嗯 第一就是说呢 海外联合招生委员会 这是直接有关升学的问题 另外有一个呢 就是海华服务基金会 嗯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们在网上都有呢 帮同学仔呢 解答这个呢 就是升学的问题 嗯 他们叫做台湾各大学 香港校友会总会 哦 这个会呢 你在网上 那里面 他们有Facebook 也都有呢 就是这个网址 嗯 你可以呢 打进去 有些什么疑难 嗯 他们会解答你 那当然如果你说 我只是这些都不懂 哈哈哈哈 那怎么办啊 那 用心地读书 就是 留意我们的节目 是 当然你留意到我这个电话 6222144300 嗯 你和我查询一下 有关升学的一些问题 哇 那当然 我们都会福利的 是的 那我们这个台 是的 就是要解答这些问题 是的 因为宋先生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是的 可以帮到你手的 嗯 那刚才提到呢 这个海华服务基金呢 就在哪里呢 在尖沙咀海防道 嗯 海防大厦7楼 是 尖沙咀海防道 海防大厦7楼 嗯 那么呢 1至5 他们办公的时间 9点 至下午5点 12点至2点 是休息的吃饭 那你上去呢 就可以拿到 这些的 升学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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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刚才我提过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台湾观光局 是 就是这个新港中心 都是广东道 都是海防道 旁边那里 那你又拿完这个电话卡 是不是 又登记了上网 抽这个 是 住宿费 是 消费券 是 消费券 那 记住哦 不可以参团的 自由行才行 自由行才行 是 那顺便去拿这些升学的资料 就在海华服务中心 海华服务机工那里 那里 在街上有什么不明白 就打完 是 亦都漫模一身 那 那 几种介绍了 就是 几个途径可以移居台湾 是 是 那当然还有一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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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出入入的 是 是 这个就相对 没有那么方便 但是呢 如果年轻人 你想 有一方面充实自己的 学历 这个学识的话 考虑一下去台湾读书 嗯 就是洗法又不贵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亦都可以认识 就是五湖四海的朋友 我以为 认识一个台湾女孩 更加 更加什么 台湾的男士 是的 那就顺便就结婚 就拿为定居了 没错了 是吧 这个就是 呃 我们 数个数字都做了不少 做了很多集 是的 那都提一提大家 那我们11月25号 在我们大匪的生活王国 那里 就会有一个 英国 万城的楼盘 港座 这个万城楼盘 我们都抢白一下 嗯 这个博士的地方 就是英国 在我们妈妈 group 我们读书的小朋友 到英国 是必选的地方 是 必选的地方 优质的学校 有三十多届 是吧 所以这个 就算你说 我未必第一时间 想买楼 想了解一下 不要紧的 就上来报名 是的 既然单位数目 是不多的 很抢手 就是卖了就没有了 没错 是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 就做到这里了 那就和大家说声 再见 拜拜 拜拜